如何註冊這邊 然後怎麼樣刪掉 有這幾個 123 其實就關鍵在這裡 就可以重新update OK大概就三個步驟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當然你要先把什麼 把舊的刪掉 產生新的 就這個我想 就是你要變一個 比如說我這邊有一個李白 李白的那個app 那當然你就不能用李白 記得就是要把李白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就是不要是中文就對了 第二個的話呢 他的那個照片本來是 李白那我把它改成logo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呢 再來就怎麼樣 一樣 就是 把這個網站先關閉一下 那我們就換另外的網站 所以這個 這個index 你可以先關掉了 再來的話你就先 再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網站 連結到哪裡呢 我們先確認一下 一樣把它call到低疊 所以在低疊底下 會有一個這個 叫李白的app 我就把那個 因為印象要把它改成英文名稱 OK 然後呢 這個名稱呢 就對照 跟低疊底下這個名稱一樣好了 這樣比較不容易錯 網站 新增一個網站 然後名稱的話就剛剛那個網站貼上 瀏覽一下呢 找到 低疊 我是放低疊 低疊底下的這個 李白的app OK 然後選取的話 直接選這個 把它選起來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理論上應該會長這樣子 按儲存 裡面的 所有東西都出來 然後把它打開一下 不過 好像重新命名 之後呢 他的那個什麼 可能那個圖會不見 有沒有 所以 這個可能要重新再拉一下 Delete掉 然後把logo 這個圖 怎麼樣 再拖拉到這邊來一下 按確定 OK 這樣就出現了 那其他部分的話呢 再check一下 如果都沒問題 那你就及時看一下 理論上這邊有 顏色看要不要改一下 他的絲看看能不能出現 如果出現的話 那確定沒問題呢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怎麼樣 把這一邊的這個app 也再把它 確認一下裡面有沒有 沒有 錯誤的話 那我們就接下來 把它存檔 Ctrl S 接下來一樣 按右鍵 我是SafeNVIP 把它轉成VIP檔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會多一個 那剛剛已經傳一個了 還要再傳第二個 不過 免費的版本 他裡面有說啦 他只能有一個 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 不能劈腿 有沒有 就是如果已經有一個的話呢 那你就勢必怎麼樣 把舊的那個刪掉 那就的那個怎麼刪掉呢 一樣 進到那個 我們的 FoneGap網站 OK 這邊原來在對不對 怎麼辦 記得把它刪掉 刪掉的方法很簡單 1 點選他 他會跳出一個 點這邊 他會跳出有一個什麼呢 Setting 其實就找一下 反正就點上面這邊一下 然後再點一下這個Setting Setting 裡面的話 就是 會有一個什麼呢 這個下方 記得他躲在哪裡 下面這裡 Delete OK 所以基本上 應該蠻好記的 1 2 3 Delete 然後他問你說是不是確定要刪掉他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你剛剛傳的東西就不見了 那請你 再把他從Open Source 把它切到這邊 OK 不過現在他不能按下去對不對 請記得重新整理一下 他這個比較麻煩 因為如果你沒有再重新整理 他這個會失效 但是你重新整理一下 他就會可以再重傳 所以重新整理 好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就可以 再upload 一個新的 然後呢 選這個李白的 他一樣可以把它傳上 只要你 注意 剛剛那個三個細節 index.html 然後再來就是說你這邊 我發現他這個 網站有個bug 你這個名稱好像怎麼改 他最後好像都沒有進去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遇到這樣問 之前是可以 可是今天好像有點怪怪的 比如說 我這邊把他改成什麼 改成李白App 那他會不會 我們試一下 理論上應該他會跟著 跟著改才對 不過 還是說底下 description也要加一下 反正就這樣 然後其他應該都不要動 按一個什麼 ready to build OK如果說你應該沒有做錯任何動作的話 他會自己幫你產生一個李白的App 把它 build一下 那我覺得這個網站還蠻棒的 就是說 他基本上什麼事情都不用管 他就自動幫你把它轉了 但是你會發現這個好像還是 不是很OK 之前沒有這個問題啊 今天好像奇怪怎麼轉他都是 會變成這樣 那當然 記得就是說 這邊有個QR Code啦 你也可以怎麼樣 掃一下 他 一樣會安裝在你的手機 所以 目前 你只要掃這個QR Code 李白的App就出現了 但是呢 這個 因為你下一次會把它刪掉 所以這個QR Code又失效了 我是建議怎麼樣 你把剛剛這個李白的App 把它點這邊 他會下載這個 這個App 下載到哪裡呢 下載到你的電腦裡面 他會是一個 APK的 安裝程式 那這個安裝程式 你將來 想說 老師 如果未來 我這邊 會有剛剛 有1 有2 1的話 好像是102 你可以把它重新命名 102 APP 然後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李白 這個時候已經轉換了 所以你可以用中文 沒關係 第二個是李白 李白 App 他的副檔名呢 都是APK 對 那如果說你未來 要讓人家 也可以從QR Code 去 做那個 安裝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 傳到你的雲端 再利用 GOO.GL 有沒有 把它變成一個 QR Code 那人家掃了之後 也是一樣會連到這個 並且下載到他的手機 也一樣可以安裝 不過前提我剛剛講過啦 就是你一定要什麼啦 一定要是那個 開啟那個 我剛剛好像有傳了一個 傳了一個那個圖 就是一定要啟用那個什麼呢 啟用那個內容 啟用那個 我看看 這個 剛剛有把它照相 我的電 我的手機是那個在安全 餘影師啦 不過我記得好像有些 手機是在什麼 應用程式啦 反正 只要你找到這個 關鍵就是 允許安裝 不明來源 應用程式 那所謂不明來源 意思指的就是說 不是從那個 Play商店 有沒有 你們如果安裝 那個App的話 一定是從Play商店 但是我們現在 不是從Play商店來 它都是視為什麼 不明來源 那 應用程式指的 就是APK 所以APK 其實就是應用程式 的安裝檔 OK 那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假設 我要把這些 當然第一個 設定部分 把它設定好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是要 要從什麼 從那個 我們 就是 PhoneGap給我們的 QR Code安裝 那我可以把它丟到我的哪裡呢 雲端 然後產生 QR Code 今天也許 你們練習 至少你就是要繳交兩個 APK 然後一樣把它傳到 那個 你們 的 就是Portal上 另外呢 也幫我產生兩個 QR Code 產生方法我等一下會講 其實也很簡單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啊 剛剛主要重點是在 怎麼樣刪掉舊的 OK刪掉舊的 然後重傳一個新的 但是這個地方 剛好 它系統有個bug 奇怪是不是 我剛剛也試過 Key那個名稱 奇怪它就是 博物格 你們在這找一下 看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地方 是需要設定 還怎麼樣 還是因為瀏覽器關係 它那個什麼 PGBill這個APP 它一直出現 它沒辦法變更 是不是還有什麼地方 需要做一些 設定的